国际原子能机构上星期早些时候派遣一个19人的调查团抵达日本 对福岛核电站的安全和污水处理进行第二次评估工作 团长胡安卡洛斯·兰蒂赫在10天的评估工作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我们认为现场情况仍然非常复杂 还有许多困难的问题必须解决才能确保核电站的长期稳定 东京电力公司正在进行报废辅导核电站的工程 将无用的燃料棒从损坏的核反应堆清除 他估计大约要一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清除核电站里的1000个燃料棒 兰蒂赫说 这表示现在不仅是到了必须清除这些材料的时候 同时还必须考虑长期管理这些材料的解决办法 自2011年福岛核电站遭到大海啸的破坏后 东京电力公司两年半来一直挣扎着要控制它 现在已进入将这个有6个核反应堆的设施全面报废的阶段 目前最紧急的工作就是将不稳定的4号核反应堆里的燃料棒组合移走 由于它的高度距离地面大约有18公尺 对于任何新地震都会十分脆弱 这个工程是对东京电力公司报废整个核电站设施能力的一个重大考验 它可能必须耗费数十年的时间以及几百亿美元的经费 对于任何新地震都会讨设施能力的高度距离